今天来到我们乖乖仔女演场作客的一位嘉宾 就是希希和多多的妈妈和爸爸 欢迎来 大家好 我是希希的妈妈和多多的妈妈 我叫阿凤 大家好 我是希希的爸爸 多多的爸爸 先请两位讲一讲 你们在育儿方面有什么烦恼呢 就是小孩子经常都是做作业 不认真 就是不专心 就是每次都要爸爸妈妈坐着在旁边 监住他小才行 他们多少岁 大个七岁半 小个个五岁半 那看看希希多多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们的爸爸妈妈所说的 那么拖拉、那么银皮 一起看一片吧 那凳子坐着 我现在算时间 1点45分开始算 现在几点做完 10点 10点2 再加2 6 10点7加加4 7 10点4 10点5 5 15分钟 最后来 10点4 10点4 5 10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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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哥這個角度拍 你對爸爸有多擔心 可能當時有點睏 爸爸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狀態 爸爸好像有點睏 他自己能學玩是嗎 能不能學玩 在這裡能不能學玩 我問你 能學玩嗎 快點 快點坐 你寫一下 別寫一下 我沒有寫 他們分開兩間房間來寫 對 如果是在一起的話 更加做不到 太細了吧 我一來你就炸死給我看 幹嘛啊 一來你就炸死 幹嘛這樣 快點起來 認真點 他說晚上要去看表演了 他有水糕賣的喔 快點 他去老賣的水糕 你昨天晚上看到那個啊 他有水糕賣的喔 他有水糕賣 快點 坐完先 認真點 你看過了十五分鐘了 還是別寫了 明天寫兩版 那收起來 好 好 好 很開心 很開心 你拿好一幅章子 他就開心 明天全部把它寫完 寫完 我明天再去買一本回來 如果寫完十年 再買一本二十 二十要寫完三十 這個是校長 旁邊的那個是訓導主任 我聽到了 你去睡著 你去睡著 你去睡著睡 不用擔心 下雨了 我發現哥哥到處看 是呀 他真的一點都不專心 真的是很想揍你 真的是很想揍你 這個音字 你怎麼寫的下面那個日日好上 都沒看見一樣呢 都沒看到是一個是標準 看著 把手拿開 你看著這一個方格 人家要這個方格本 是要幹嘛用呢 就是要規定你買一筆一行 在哪裡一點在哪裡 要不然人家何必要印這個方格呢 人家不如直接給你上牌子 為什麼多那麼多事情給你印呢 這個寫在這裡這麼高 這個 我覺得爸爸真的 下一秒就昏過去了 這個感情 很悲動 每一行每一筆都要看 讓人家看清楚 累嗎 累嗎 我也好累呀 看你現在就同意寫 爸爸你在看什麼書 你在看什麼書 你在看什麼書 你在看他的火盆 看他的那些書 課外書 教教到你兒子變成這樣 第一學期還好好的 第二學期就變成這樣 不要總說你兒子的錯 你兒子他不知道 我老婆教邊 他做完了 你檢查這個人也是很那個的 最大主要責任還是在你 剛才看到的片段 就不是一個家庭的片段 是一個叫家庭學校的片段 有媽媽做校長 裡面有三個學生 分別是爸爸學生 大哥哥學生 和弟弟學生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這個情況我們家裡也有 但是他也說我三個兒子 是 哥哥是否經常都這麼分心 是的 從小到大也是 不是 以前小時候都很認真的 我們跟他一起看書 多數時候他都是自己看書 因為我們沒有空 所以現在他覺得 你陪著他在這裡就好一點 如果我們不陪著他 他就… 反正覺得身體不舒服 才是哥哥開始有分心的現象 不專注的現象 現在連原來認真的弟弟 都開始有這個現象 對 媽媽就很焦慮 我想問一下 你們的小朋友做功課 有沒有很容易分心 其實剛剛上學那一年都會這樣 現在門妹都有 即是你說上學是小學 是嗎 是的 妹妹都有現在 妹妹現在都一邊做一邊 突然開始放空 是的 她都可以看到UFO 還是思考 她都可以看到 她倆同時開始做功課 是哥哥會先做完些 但是哥哥呢 當然他會有些應付 字寫得不太好 但是他想快點做完 他快點做完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 是 妹妹會慢 哥哥有時半個小時 有時一小時 是 會慢 我會看到他做一做一做 就開始就是這樣 所以看到不專心 真的會有多影響 起碼在時間的運用方面 就會比較吃力 是的 但是我剛才覺得很奇怪 就是媽媽說 如果有大人坐在旁邊 會好一點 但是剛才那個視頻 爸爸也坐在旁邊 他繼續都是客戶 因為… 同樣都是爸爸媽媽陪著讀書 為何兩兄弟的話風截然不同 就是爸爸負責放蚊 小孩子負責掃蚊 但是為何有些人陪著陪著 他可以離開 但有些人不行 一直陪著 但是越陪就越火 越陪就越驚氣 越陪就越離不開 究竟小孩子讀書 父母應不應該做半讀書童呢 如果要 怎樣陪伴會更加好 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繼續為你播出 但是我剛才覺得很奇怪 就是媽媽說 如果有大人坐在旁邊 會好一點 但是剛才那個視頻 爸爸也坐在旁邊 他繼續都是UFO 我和多多爸爸有同樣的功能 就是爸爸負責放蚊 小孩子負責掃蚊 會不會你們爸爸 真的會陪小孩子做功課 會呀會呀 是呀 是呀 很痛苦的 眼睡又不能睡 當然 很奇怪 我真的很累 也沒有試過陪女兒做功課 因為我女兒做功課 溫書 我陪了她六年 就是小學六年 但我真的沒有試過做功課 真的會欺負 雖然我是眼睡 你有試過嗎 我沒有 我覺得陪一年級的時候 我還是更離譜 坐在中間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忙 我看完左邊那個 即是你很累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像爸爸那樣 是一次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要注意 然後要改善 開始是 發現問題 講問題 就會發現那個作作業的時間 會拖得更長 明白 因為你說一個人的時候 他聽你的 他自然就放下 後來我就會 自己拿個簿 你們寫我又寫 我發現什麼問題 我寫在簿上 你們做完所有作業 過來開個會 其實這麼低年級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需要家長 做功課的時候 是全程去陪伴呢 小朋友在這個 剛剛入學這個階段 其實確實是需要一個 習慣的培養 所以爸爸媽媽在那一段時間裡面 陪伴著小朋友做功課 是每一個老師都期望的 其實是OK的 其實這種方式是OK的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陪著陪著 他可以離開 但有些人不行 一直陪著 但是越陪就越火 越陪就越激氣 越陪就越來不開 打個比方來說 我是一個超級的家長 我陪著他 我是更質量的 是 一定要在既定的時間裡面 完成什麼 起碼要過我這一關 所以我的要求是高一點的 但是有些家長不是的 有些家長說 你只要在這段時間裡面 做了他 就可以了 所以兩方面的家長 其實現在 看回我們的真正的數據來講 是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往往是開始放鬆的家長 但是抓住大原則的家長 他更加容易離開這張書台 但是有些焦慮的家長 雖然他很認真 但是他往往很難離開這張書台 慢慢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家長 你做功課吧 我就一直坐在你旁邊 可能是說 我坐在你旁邊10分鐘 然後告訴你 大概要怎樣做 之後我離開一下 半個小時後再回來 這個叫做張持有動的方式 這個適合一年級的小朋友呢 適合的 但是媽媽會比較急的 我看到 那我們再看看 就在生活當中 那當兩個小朋友 餵的時候 媽媽會不會又會比較急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片段 先 好快 好快 你媽媽 這麼認識這麼凝重 很無奈 媽媽 多有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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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看 先去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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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挺朋友 對 一起 讓我抬 很討厭 牠們是因為牠們做工貨 不專注而還在生氣 還是很討厭牠們製造醋油 牠們太醋了吧 牠們的槍筒都打開了 牠們的槍筒 牠們來給牠們 牠們來給牠們 牠們 牠們 anim經ując 牠們要再弄大聲一點 好啊 牠們這樣子 強超不穩 你們立馬來的 一個女孩子 沒有怎麼樣 沒有太精力 小孩, 沒… 吵… 吵… 奶… 不要緊張 但爸爸是否睡覺 這樣是不會影響到你 不會的 我覺得這次… 如果以兩孩家庭 他計算的噪音值 應該是兩個男生是最高的 對, 應該是 然後兩個女生 你和一男一女究竟會怎樣 我都覺得我們不是在家裡吵 我們是在車上開車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趙斌說 我無法開車 而且我最希望車子可以整個駕音霸 平閉了它 因為他們兩個一開車的時候 吵鬧很多 而且兩個不穿著鞋子 這樣搖 為什麼呢 車上又不可以看書 又不可以看手機 實情他們在車上沒有事情做 我理解他們 就變成這樣了 好了, 他們有什麼遊戲玩呢 好了, 脫鞋子 開始回應在車裡面玩摔角 在後排那裡玩摔角 爸爸最厲害的就是 一聲怒吼 然後就說 從現在開始 一直到目的地 不能出現任何聲音 如果出現了聲音 就怎麼樣? 愛法? 諸如此類 是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小朋友 我家裡是很安靜的 我沒有可能跟他打架 沒有可能跟他吵鬧 像那種情況的話 我看到媽媽是很無奈 又覺得很煩 然後又鼓著火 但是還是說了兩句就放棄 平時也是這樣 有時我會趕他們出去樓梯站 哦 哦, 罰站 不是 因為我們那裡 有些人是上夜班的 會籌到別人的隔離 最重要是這個 但樓梯不是還要坐 他在樓梯 黑漢漢, 他在吵什麼 媽媽, 我想問一下 那你有問過兩個小朋友 他們想做什麼? 他們想出去玩 那為什麼不可以叫他們出去玩? 自己出去不安全 你爸爸呢? 爸爸在家裡嗎? 他沒有在家 剛才那個不是爸爸嗎? 他在家裡睡著了 睡著了, 他完全聽不到你的印象 地震也不知道 媽媽這樣說的時候 好像有點怨氣 是呀, 聽不到的 我回家 內心的BGM就是這樣 真的 是不是? 小朋友越吵 他越睡得著 你就越火滾 你怎麼搞的 是不是? 大鬧天公 你已經還不出來 反正你不吵到別人的隔離 你在這裡玩也沒問題 但是吵到別人 我覺得別人會很煩 那你不會推醒爸爸 你帶他們出去玩 去公園 去買水糕吃 去打球吧 我也不想說 你的意思是你也不想爸爸還是怎樣 不是不想他 是他也不想出去 那我反倒也不住了 我又一起離婚了 會不會的 那又不會 所以媽媽很積極責 我對不吃 小朋友也要吃的 是不是? 你不可以說一個是兩個 又是這樣 這個家庭怎樣維持 其實你的內心是對爸爸有些埋怨 是嗎? 當時是會的 但過後我也不會說真的會跟隨計較 我看到爸爸找功課也是這樣 然後小朋友逛逛時間 所以我想問一下 爸爸是否很辛苦 還是會把那些辛苦留給媽媽 不是 很少是這樣 大家看到 其實爸爸不是拒絕帶小朋友 他也是想帶好小朋友 但有時候可能是因為媽媽太負責任 所以認為自己未到自己要盡這個責任的時候 明白 所以媽媽未求救我就不用出手了 哇塞 你睡得很軟 會不會是這樣的 可能吧 是嗎 其實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像希希和多多 精力很旺盛 太旺盛 即是在爸爸媽媽不可以帶他們 即是你不可以一天 全部時間帶他們出去玩 即是在家裡 這個這麼安靜的環境 去消耗了他們的精力 兩兄弟在家裡 通常他們是互相影響的 有時候可能弟弟累了 但看到哥哥還精力這麼旺盛 所以會被哥哥這種精力旺盛 帶到自己又不願意休息 延起鬥志 哥哥也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兩個只要有一方精力很旺盛 通常另一方就會被典現起身 是吧 但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看到當小朋友在大吵大鬧的時候 媽媽其實有一個反應出來的 不要吵啦 不要很大聲啦 你們想吵什麼時候呢 這種在兒童的行為學裡面 就叫做阻止 但是小朋友是需要釋放出來的 當你越阻止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令到他這種熱情度 會更加高 有些家長是這樣吵的 你們要吵 在這半個小時裡面盡情吵 我不妨礙你們 當然他們三個人盡情吵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風直在那裡 臨界的 對 臨界的 當他們三個人盡情吵一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安靜下來的 所以媽媽我建議你 放鬆你自己 把爸爸請起身來 那好了 到應該靜的時候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 或者一家人坐下來 在那裡聊天 或者閒聊的時候 他們又會怎樣的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 好吃嗎 你看你你喜歡的最多 吃多點菜 要嗎 給個辣椒 手扶著玩 把腳放下來 你那麼慢 等一下我要你把這個菜全部吃完 我發現這種催促 很多家庭都會有 整天吃飯好像這樣 發生了 看著 看著你那碗飯行嗎 不能看 哥哥都很關注 小朋友的情緒 我要跟他講話 讓他吃完先 那我拿個一家來 我看一下你 感覺又不開心 說一下你又不開心 快點吃 多多 幹嘛不吃了呢 吃飽了嗎 吃飽了嗎 吃飽了 我就收完了 吃飽了嗎 你說幾話呀 連連都沒有連 小多多 連連都沒有炸 飽了沒有 你說話呀 你別 說好了 吃飽了我就收了 其實吃飽了嗎 肯定是沒吃完 沒吃 沒吃完 小多多 小多多 小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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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 小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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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吃飯都是先吃菜的 吃完菜每次 我有時看他平時吃飯都吃得很少 我會一次比一次裝得少 都是沒有吃 但是他就說他不想吃 我說不想吃那就抖吧 我說你自己親手拿那碗飯去垃圾桶抖 我說你等一下你沒有叫肚餓 我說是你自己抖的 不是我抖的 我說你不吃也可以抖了自己抖 我會這樣叫他的 有沒有效果呢 他不敢抖 你們通常晚上的天鐘吃飯 6點半 小朋友的天鐘放學 4點半 中間兩個小時有沒有吃其他東西 有 吃水果 其他就沒有了 就是水果 會不會是因為吃水果的原因 令他晚上6點左右吃飯的時候 他吃不下呢 他水果不會多吃的 但是你說他在醫療院都可以吃到這麼多 我看見哥哥吃得不錯 他吃得很快 哥哥吃完飯就去玩 其實多多是不是想去玩 所以他才不想吃 那你是不是鼓勵他 你快點吃完 跟哥哥一起去玩 叫哥哥也鼓勵他 是啊 有事跟他是這樣說的 我說你吃完就可以去玩了 但當哥哥很快吃完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表揚哥哥 表揚哥哥 表揚就很少 嗯 你看看吧 假如 如果弟弟在現場 你跟他說 你要像哥哥一樣吃快點 吃完之後你就可以玩自己的東西了 是不是 是 第二樣東西 就是 會不會是 每一次吃飯 弟弟都是包尾的 是啊 是啊 如果一個小朋友 他長期在家裡 其實是真的最後的 沒有人比他更加慢的話 他就永遠快不起來 當一個小朋友 他認為自己做得不夠好的時候 他們永遠都很難做得好 但是如果他覺得 我自己有些地方做得好的時候 他會真的很捱而氣 我將這件事發揚剛大 越做越快 所以可能就是信心 和信念的問題 有時候爸爸或者媽媽 你適當你的速度 放慢一點 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不如一起寫下 我們曾經是怎樣 吹我們的小朋友 怎樣吹他們吃飯 做功課 拿出來看看 自己再反思一下 自己的方法 是否科學 是否對小朋友 是真正好的 請將你的做法 寫在這個題板上面 弟弟吃飯磨爛隻 爸爸媽媽輪回上陣 都不見成效 各位嘉賓有沒有好巧呢 在那些傳銷片 傳銷片 一直在後面鼓掌 你行的 你可以的 加油 快點 夠壓 高壓是你 施壓給你 面對小朋友的拖拉現象 究竟做爸爸媽媽的 怎樣推他更加有效呢 不要走開 廣告回來繼續為你播出 我們不如一起寫下 我們曾經是怎樣 吹我們的小朋友 怎樣吹他們吃飯 做功課 拿出來看看 自己再反思一下 自己的方法 是否科學 是否對小朋友 是真正好的 請將你的做法 寫在這個題板上面 好 各位嘉賓 我們一起把自己的做法 和經歷一起分享一下 好 嘻嘻嘻嘻的爸爸媽媽 爸爸會說 快吃完 或者快吃完 我們去玩 去公園 媽媽吃完 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你們兩個都比較一致 去公園 是否也是他們比較喜歡的事情 是的 是的 我看你們一家 晚一刻 你都說會去兩三個小時 踩單車 家庭的互動 打平板球 打什麼 踩單車 他喜歡的 即是用一個激勵的目標 給他們 那大斌 設立獎勵 也是激勵 提示時間 不斷打 為什麼好像夏運輩一樣 我不知道是否看傳銷片 傳銷片 一直在後面鼓掌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加油 快點 充業 挺吵的 但是 其實你在做啦啦隊 是的 爸爸剛才大斌分享的是作業的 是的 其實我也是作業 他們每天都是7點開始做作業 9點後做完 9點後做完 接著呢 高壓 高壓是你施壓給他們 是的 接著呢 要不就是 你自己為自己負責 接著我就收作業了 那現在你有沒有解決到這個問題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有兩種方式 可能會適合於你們 是的 在家裡怎樣做操作的 是的 第一種就是 小朋友 像你的弟弟這樣 弟弟他裝飯 是你們幫他裝還是他自己裝的 我們幫他裝的 是的 你換一種方式來看 由他自己去裝 因為他一五歲紀肯定會裝飯 對不對 由他自己去裝飯 打個比方來說 如果是說 他只是裝半碗的 那就一定提醒他 半碗就是吃光了 如果你認為自己吃不完半碗的 你一天你情願裝少一點 是 讓他自主 但是 你裝多少你吃多少 如果你只裝少半碗 你吃完之後你不夠的 沒有意思 沒有了 就壞了那麼多 所以這種方式 第一個是給他自己去做 感受的 第二種要哥哥配合的 弟弟未吃完 哥哥你要丟掉弟弟 是的 弟弟未吃完 哥哥你不要離開飯桌 你丟掉弟弟 是 這兩個方法 我相信都很行之有效 希望爸爸媽媽試試 剛才說的 看到都是哥哥和弟弟感情很好 那我也想問 如果哥哥和弟弟 發生矛盾和爭執的時候 爸爸媽媽又是怎樣處理的呢 這個才是重頭戲 看看 你好 你吃飯嗎 你吃飯 把牛奶 是嗎 讓你吃飯 去哥哥的作義 我一直以為拿到鎖 嘲 厲害 喝了 看這個鎖 哇 真是滑 哇 天啊哇 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是 哥哥和妹妹会动手的 别乱画我了 你有发现我这一巴掌打死你 别怪我看不到你刚才 等一下我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我没求到乱画我的那个什么的 本质 我先自己看 小明轩 你为什么要这样画哥哥的本质啊 他是作业的能这样画吗 能不能啊 能不能 你跟我说能不能这样画 能吗 我就滚到房间那里 我就偷偷看一下 原来他是画我的作业本 他没有本质给你画了是吗 你怕我坏了你知道吗 现在不要站着 有必失过 去 不去是不是 一咖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去你就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别动 站不站 站不站好来 我打下去了吗 打吧 不离开了 知道错没有 去给你哥哥说 叫你哥哥重新写 又要我重新写 去 跟你哥哥说重新写过 看一看哪又要重新写一般了 快点 吃一下 还没好 还没好 下次不这样了快点 我没有那么年了 我没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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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的真是挖人 这个 爸爸和哥哥都对我有点厉害 我想知道其实多多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他是生气的 我就说他生气哥哥什么 我想知道就是他生气哥哥什么 他要这样去画他哥哥的功课 我也不清楚 是的 有时他很少一些东西都会这样的 就是他很情绪化 是的 他很容易激动 这一点可能比较像我 是的 我看到其实明明哥哥和他没有争吵 之前他突然间就进了房间 他好像在宣洩情绪那种 是的 我不觉得有些是说你大吵了一餐 然后哼 这样 我又不觉得他那么生气 他是好玩的 还是特意搞破坏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特意搞破坏 或者有时我也不明白有时他 嗯嗯嗯 我想问一下妈妈 为什么弟弟说了哥哥的作业 叫哥哥重新写过 但是他是受害者来的 哈哈哈哈 弟弟偷偷地画了哥哥的作业簿啊 但是妈妈竟然叫哥哥重新写过份 那又是什么解救啊 一般都会有惩罚什么 如果惩罚得重 他又会有心理不舒服 当两个小孩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 做父母的应该怎样做更加合适呢 不要走开 广告回来继续为你播出 我想问一下妈妈 为什么弟弟说了哥哥的作业 叫哥哥重新写过 但是他是受害者来的嘛 那你弟弟你不会写 你是会写的话 肯定要弟弟写回 还有没有其他惩罚给他 对啊 就是给弟弟 给弟弟这种 对一般都会有惩罚什么 你也不知道怎样惩罚 对吗 如果惩罚得重 他又会心理不舒服 但是你说轻 又说他下次不会记得住 所以我就直接忽略了他 忽略 对了 再加上不是每次都是这样 如果他经常性是这样 可能会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我看到就是 不达不相识 嗯 就算亲兄弟也是这样的 他们不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 嗯 他们的感情其实是保温的 哦 是的 对了 当他们真的打过架 争吵过东西 甚至是发生过矛盾 可能一辈子都记得 哥哥可能长大都会记得 弟弟当时你画过本堡 但可能因为这个回忆 令到他们感情会变得更加好 所以其实我看到 哥哥内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包容身 是 这种是很值得去表扬的 鼓励 是的 鼓励他的 我做哥哥有个绑约出来 对吧 反而可能会触动弟弟 哥哥也这么包容自己 是不是自己应该大方一点呢 嗯 不要每次都和哥哥发生矛盾呢 嗯 可能本身这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经过这么一转换之后 可能会变得一个好的教育机会 嗯 如果爸爸妈妈在处理 就是他们两兄弟之间的矛盾 或者处理你们亲子的矛盾的时候 也都像哥哥那样 更温柔更包容 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那你们对家人的了解 其实会不会就是说 也都可以更加深一点 你们都更加清楚对方要什么 不要什么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呢 接着来我们做个小调查 那请爸爸妈妈呢 在看片之前呢 将你们对哥哥弟弟的了解 对自己伴侣的了解呢 写在那个簿上面 今天晚上给妈妈买个礼物好吗 嗯 买什么礼物 买什么礼物啊 买衣服 你觉得妈妈喜欢什么礼物啊 妈妈想买 玫瑰花哦 我来看了 我来看了 你买了一定是爸爸的钱去买的 等一下会不会拿先买进去 他会叫弟弟和爸爸说 爸爸的钱买的 哦 有时他会说 好棒 是爸爸给的钱买的 好呢 好呢 好吗 好 那你先给他进去哦 可以 先先先 我在后面了 嗯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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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哥哥怎么懒着啊 走啊 这边以后留给你做了 妈妈都准备了一个惊喜的 就是一般作业餐 像这些才难 哪里有多难啊 不难的 这个小豆豆送给你的 哎呦 九朵玫瑰花 九朵玫瑰花 嗯 谁买的 小豆豆叫买 OK 水来了 去拿花来 我来擦 记得把这个也放进去哦 这夹上这很 这很坚弄啊 全都要擦不能放它 好贴心哦 最漂亮的 爸爸没钱 买一个最漂亮的 爸爸没有钱 哈哈 这个漂亮吗 漂亮的 你赚钱的再给我买 好不好 好 祝祝了 嗯 走不完美啊 还哭哎 我再去帮你买 妈妈那天有没有觉得好幸福啊 被三个男人爱着 就是啊 嗯 我现在没有的买啊 就发在这里先了啊 好了可以了 如果妈妈这种玫瑰花 不会了啊 我再帮她买 哇好棒好棒 多多和西西鼓掌 还有爸爸鼓掌啊 这个计划是谁想出来的 这个计划是谁想出来的 给妈妈一个惊喜 弟弟 经常会给我惊喜的 哦 真的好啊 之前会买一些盆栽啊 那些啊 他会买 买回来给我的 他说我会喜欢一些花啊 是是 刚才呢 就是小朋友就 就是真的对大人的观察 是100%用心的 多多就说 妈妈喜欢红色 爸爸喜欢绿色 那我们看一下 你们又是对小朋友有多了解呢 啊 阿欺欺也喜欢红色 多多也喜欢红色 爸爸喜欢灰色 好 多多喜欢白色 希希喜欢红色 妈妈喜欢红色 嗯 妈妈是否最喜欢红色的 我五颜六颜色都可以 哈哈哈 都是其中之一 嗯 听到 儿子女儿 就是 说了这些那么贴心的说话 心里面 有什么感受 都很安慰 爸爸呢 都没有礼物 我说好像猪念 整天都不是什么给妈妈 因为爸爸带着他们去 爸爸有多亲爱妈妈 将来儿子就有多亲爱妈妈 所以其实他们这边之间 有一个很好玩的关系 妈妈说家里三个儿子 其实爸爸是 把妈妈当成一个很值得呵护的 很关心她的与付出的 所以可能是他们两个之间 既互为情侣 又可能是互相关心 甚至是做爸爸或者妈妈的角色 我觉得这种关系 在他们家庭当中真的很和諧 虽然有些觉得小朋友 做功课专注度方面的 一些困难或者困扰 但我们看到这种问题真的很小 对啊 老实说我会觉得 这一组家庭 很好 其实很好 只不过是一些小生活习惯的问题 拖延症或者吃饭 有些不太专心 这种情况太平常了 只要稍微有些技巧 就可以解决了 不是一定是买东西 我的心态就觉得 他应该多一点时间去陪伴他 因为很多时候我大儿子 大儿子会说 叫爸爸陪我一起看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他爸爸就说 你自己进去看就行了 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你这个小朋友需要你 你陪伴你是很应该的 我觉得 如果他不需要你 你想陪伴他 他不会让你陪伴 其实我见到 Heihei和多多 爸爸妈妈这个家庭 我真的觉得 应该是 所接触过这么多的案件里面 真的很轻微 是 而且是一个很和谐 很温暖的家庭 首先 爸爸妈妈你们 虽然分工不一样 但是 你们互相是没有埋怨的 是不会有埋怨的 所以不是说 因为我很累 所以我向我伴侣发脾气 你们是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特质在那里 第二 你们两个儿子之间的感情 真的很好 他们愿意去共同为妈妈 为爸爸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 有几个建议 我还给你们这边的 第一个 就是 可能 还要以更加放下姿态 平稳一点 心情平稳一点 去体待 我为小朋友现在现处这个 真正很旺盛的阶段 要等待这个阶段过去 你要相信 小朋友一定会改变的 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这个家庭里面 无论爸爸妈妈 你们如何分工都好 其实我更加建议爸爸 你一定要加日来 既然他已经说 爸爸不如你陪我看书 其实释放这种信号出来 是代表着他愿意去接近爸爸 所以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难得 第三个就是 比方来说 好像儿子在家里很吵 你会担心他要吵到旁边的屋 那个人 对不对 其实妈妈 她是很关注身边的一切 很照顾他人的 妈妈这种特质 其实我觉得 是她很善良的一部分 所以 这种特质的话 其实是应该更加 令到小朋友去学习你的特质 最后一件事 就是小朋友的发展 一定是她的规律 所以千万不要招吉 12468 我们的咨询热线 同时也可以掃描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了 拜拜 我家里有三个公主 妈妈真是招了头 好对 太多了 错错错错 哎呦哭了 才是四岁大的鲁鱼 精灵鬼马天生就会争宠 妈妈 好会耍嬌 妈妈要糾正小孩的左腰手 左手右手才有讲究吗 我家是要左手的呀 哪个手要吧 下期乖乖请女 和你一起讨论多子女家庭的育儿问题